说我们中国传统缺乏那种 这种希腊式的科学精神 没有那个东西 怎么进入希腊的 很难 不过他已经不光是说中国文化的问题 因为现代科学本身 它本质上 品性上就是一个求力的科学 你想刚才我们讲的希腊的科学思维方式 目标是把理解释清楚 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应用性的东西 但是后来科学本身变了 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了 大话题 不一定要能聊得过来 就是整个现代文明 它是两栖的结合 希腊希伯来 牛顿这帮人的从事科学的动机 当然都是宗教动机 它不是功利性的 因为牛顿时代的科学还没有用 只不过它已经隐含了用途 它是被基督教以某种方式 灌输到现代科学的基因里去了 最终造成的 就是海定格认为的悲剧 就是人类已经完了 你这个边吃边拍这也是标配吗 不是不是标配 就是饿重吃饭嘛 但是我看你每次都按就有一个 因为一般拍的都是比较长 总会赶上吃饭 我当时在北大的时候 我每天有时候晚上 晚饭会吃两个肘子 两个 饭量惊人的 两个肘子 但你大学时候是 那时候小 那时候熊变吗 因为那个八年代又是个很 大家都在辩论的一个时代 你是个大学我没有机会 到了研究生就有机会了 就就显得很 很很很 很熊变的样子 那时候我们也办了一个学社 好像就叫科学这些社 类似这样的名字 还是科学文化社 晚上 办完讲座之后 一帮人就 开始向 夜色操茫的圆明园进发 然后就在圆明园里就逛 就是越早越高兴 今晚就不回去了 咱们就 然后呢 一直走到清河 走到清河 看了一个大草堆 然后 这道清点狂欢 有一位哥们就开始 把一个条子给点着了 举着 后来我一看这哥们 就是我有时在早堂洗澡 发现他特脏了一个人 都是浪漫的另一面 浪漫的另一面 对 刚才那个问题 您讲了 就是 之前是一个 纯粹好奇心的 更无用的 到了牛顿之后 突然科学变成一个 力的象征了 就这个转变 到底是 内在逻辑是怎么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我试着讲一讲 刚才我们看六分一 天文学 测量 它都有关系 所以近代科学 它是有一个背景 就是 征服世界 征服地球 扩展市场 只不过它一开始 没有特别 对现 现代科学开始 对现是19世纪 但是这种变化的开始 要追索到中世纪晚期 中世纪 我们知道 它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 第一次文艺复兴 学术复兴 在12、13世纪 基督教世界 虚心的 把希腊文明引进来了 标志就是两个 一个是大学出来的 西方大学有四大学院 神学院 法学院 医学院不说 还有一个意义学院 那意义学院是干嘛的呢 它是相当于我们说的本科的概念 一个人要受高等教育 它必须先从本科读起 那本科读什么呢 本科就读希腊 甭管你将来是干什么 先从读希腊开始 所以大学是基督教做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就是托马斯·阿奎纳出现 就是用希腊的方式来重新阐释基督教教义 就是在基督教的背景下 把希腊科学文明把它给接盘了 接过来 但是它其实是已经形成了一种既真从希腊文明 但是又保持一个批判态势这样一个东西 因为最大的问题是 你怎么能光讲道理呢 那要讲道理 那是不是说凡是众物一定要落地吗 那上帝都不能让一个众物往上飘吗 那圣经里讲的那些奇迹一个都不合理了 所以人通过自己的纯粹理性还达不到绝对真理 他也同意要真理 但是真理最高的真理不是你那个理性 它是相对真理 绝对真理是那个东西 从某种印象说 基督教是把希腊人所构造的一个完美的理性结构 那个cosmos给它砸碎了重建 那这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 我们今天不再认为树叶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 我们认为就是一堆园子 或者清朝 或者我们做的沙发 在现代可以看来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的 这个在希腊人绝对是不能容许的 你竟然把马和羊都混在一起 你这怎么行呢 没听说两匹马能加两只羊这样的事情 在希腊是不容许的 在现代为什么容许呢 这就是关键的上帝的起作用 你们的所有的差别在上帝那里是微不周到的 这个差别是不重要的 物就不再是物了 物就丢失了自己某种意义 砸成一个全通例子 然后再来通过定律来统一来控制 就是说现代科学那种所谓的通过方程的方式 通过定律的方式 对世界进行一个 就是无远复界的 密不透风的一个网 网障结构 它是通过上帝这个环节 先把你全砸碎再说 这就为现代科学革命准备到条件 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讲一个 交来一个背景 第二个要交代的是说 现代科学那种一定要变现 一定要变现这个思想来自于上帝的绝对意志 这个意志的存在 它是被基督教学者做了一个自我否定的一个东西造成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上帝太牛了 太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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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到最后是什么后果呢 不可知的 所有的人都没办法真正的揣摩上帝的意志 基督教的问题是这样的 请问上帝能不能把一个信上帝的人也打到地域里去 当然可以 我真信的 你真信 那是你以为你真信 在上帝眼中 可能你就不是一个前信者了 那如实看来 得救有什么希望呢 得救没有希望 整个基督教世界都解体了 怎么办 让上帝退休吧 把他数之高格 让他成为太上皇 然后让人亲自来接纳他那个位置 让人自己做主 所以这就是文艺复兴 为什么讲人道主义 人文主义 就人文主义认为 人类此后的一切知识 都要根据人这个角度来重新架构 那么他有两个代理人 一个就是笛卡尔 一个就是培根 培根就讲 所有的科学知识 都是应该对人类有用的 所以知识就是力量 就出来了 这就所谓力量 用科学这个模式 培根直接就讲出来了 对吧 第一竿二 它是另外一种方式讲 他讲 我师故我在 所以近代科学 它这个有用性 它是经过了基督教的洗礼 可用性 已经灌输在里面去了 所以到了一旦实际成熟了 外部条件成熟了 19世纪就开始有用了 所以你看就是说 希腊的科学思维方式这里面 它对事物自体 事物自身这个认识 按照我的理解 它其实是来自于自由民 对自我这一部分的认同 这一部分 盖利斯德本人讲了好多次 他说什么叫自由的学问 就是指示为知识自身而言 来创造知识 这叫自由的学问 城邦制度垮了以后 那种学问就做不下去了 它没有办法 西方靠宗教延续希腊那种超功力动静 当然只不过那帮人 形成了一股很奇特的学问 做学问的方式 是什么 可以使劲地思考和争吵 但是不要当真 你可以去思考地球动 在西方靠岸看来地球怎么能动 为什么不能 地球已经到宇宙中心了 你还动什么 往哪动 按照冲走旅游率 你没有理由动 可是中世纪那帮人说 咱们上帝这么牛 难道地球动一动就不行了吗 试一试 所以中世纪就有一帮人来研究 地球动一动 怎么样 所以中世纪有人构造地球动的方式 什么是自砖 还是平行 都有人考虑过 它是没有功利的事 你才能假定所有的人是平等的意义上 你来argue 来balance这个事 前几天我们读一个希腊科学史家讲的一个 中西古代比较 有些东西比较 他能看出来 我们看不出来 他说中国人讲话古代 你注意到没有 他说中国人讲话 都是讲给皇帝听的 主要是忽悠 你必须想办法让他理解听懂 他不是用平等对话 它是一种目标取向的功利取向的对话 你要说服皇帝 若父阴雨飞飞连月不开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皇帝一听马上就不舒服了 中国古代那种叙事和这也可以算是推理 推理在现在看来有理吗 为什么春和景明就能推出应该实行方针呢 而云与飞飞的方针就不应该实行了 这道理在哪里 所以中国人喜欢打类比 打个比方 打个比喻 举个例子 穿三甲打洞比较厉害 如果你血管堵塞了 那就服用一户穿三甲就可以了 或者你买不起穿三甲买点蚯蚓也可以 打通一下 都是那个思路 所以你看整个中国古代学问的构造里面 它西方不是一个路数 到了19世纪它有用的时候 正好是中国人引进西方科学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了又是它有用的一方面 所以中国史也好 中国的学问的现代的重新解读 它其实都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什么意义上 我们还是在做中国的学问 就是你是不是只是拿中国人做料 然后来用西方的方法来喂 其实这是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倒不 我并不认为这个 好像我们都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也就是说中华文化的一种 基督教本来跟希腊是两拨人 不是一个路数的 它后来怎么整合的 然后多种方案 怎么弄的 我就不觉得现在我们有章可循的 好像 基本上还是非是记笔似的 好像没有想出一条新的路数 这个样子 这其实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再一个就是这个 19世纪之后呢 社会的各种力量通通向科技靠拢 基本上20世纪 21世纪就继承了19世纪的这个态势 有点新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社会结构也同时被格式化了 被科学格式化了 那像这个19世纪以前呢 一个社会力量里面它是多元的 现在越来越变得就是这个一个社会势力 如果不能抢占科技的先机的话 它就不能算出一个真正的社会力量 这样就单一化了 这是现在的麻烦 因为单一化之后呢 就是海德格尔一辈子忧心忡忡的 那个技术的这个威权霸权呢 他不是说怕技术厉害的 而是说技术厉害到什么程度 厉害到没别的东西了 那么他就丧失了人类精神的这个多维度 精神的萎缩是这开始的 精神一旦成为只有单维度的东西 它就变得贫乏 就我们说我们是个贫乏的时代 这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老想起陈嘉运老师那个话 他说跟希腊人比 咱们现代人都算是残废 这个话简直太生动了 因为你都比拼一个指标 你发了多少指 你最近写了几篇文章 几篇SCI 你现在人旅游 那就熟 几个点去了 中华景观一百大去了几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景观 你去了几个 你看他们都是手术 在手术过程中就完成自己对世界的征服 这个东西其实是技术时代的一个缩影 海里格尔它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他比我们要敏感一点 但是他那时不知道 他没赶上那个智能化时代 就是互联网会带来人类的肉身的末世 你看我们的电脑发展技术里面 它最大的一个趋势是什么 就是让人类的肉身尽量少的使用 鼠标就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你在以前在十个手指的打字的时候 你还是全身心的散发着思域的感性光辉 他怎么那么笑脸低的家伙 这个鼠标技术是一项使人类全体霍金化的技术 鼠标是一个标志 技术对于肉身的使用最小化 而今天更小了 鼠标也不要了 是用眼球 未来眼球也不用用了 想它就可以动 所以你看计算机的发展 它有一个趋势 就是使人类的肉身越来越少的介入 它是提高效率了 它的代价太重了 必然就是使得人类开始丧失它的重性 我们想说你不知轻重 是表示这个人就是没有人性 现代的科技 可能以某种温水煮青蛙一样的剥夺你的重性 刨掉人性的一些基础 这是新事 这个事还不能说不急迫 先往下试图吧 对 这个学老师是什么打算 就是吴老师说一话说真好 整个世界的加速技术化 我觉得是个非常核心的命题 就我们确实模式上在越来越激进技术 一开始 你像我们刚出来的手机互联网的时候 我们觉得极大的便利 然后很快就开始 过了第一阶段的便利之后 你开始出现误解 这世界是这么极端化 人的情地这么极端化 这么彼此难以理解 这种分裂化 它也是之前很难想象的 因为现在确实处在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共识消退 重建共识的一个转的工程中 共识的达成需要很多支点 它也就是因为多位都只有人的亲密感 会建立起来 然后彼此再做了理解 然后可以继续谈什么话题 可以深入下去 就是人的本质上是需要场景 就是人不能够抽象成一个语言的动物 所以他要找到方式来去应对的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生活在散文时代 因为日子过得舒服 你是衣食是无忧了 但是整个创造的活力都在丧失 比如说像科学界 科学界已经快近半个世纪 没有激动人性的突破 相对论量子力学 到现在还是它 现在就是零打税锹 做一点点有限的工作 比如说发明一个什么新材料 那还是还在做 但是你现在你投入多少 这个投入产出比是编辑效益 资地减 整个科学界其实也有这个问题 那你想那个100年以前 那时候那多过瘾了 是吧 运行备出 运行备出 二郎郎税 那就是一代宗师 实际上都是那家伙 哎呀 哎呀 那你放大了看呢 它其实是一个也是个世界性的问题 世界性的问题 现在除了马斯克这些人 这个创造一些新的准宗教的这种追求之外 那人类还能有什么追求呢 因为那个在西方世界基督教再不能够 呃 机器人们的这个激动 上里反正已经死了 或者是被谋杀了 整个这个世界本身不再散发着失忆的感性光辉 嗯 是吧 因为物质嘛都是 那所以唯一我们能够有所想象的就是外星人 嗯 所以我实际上是没想到居然什么身体啊 如此受到追捧 我还是挺大跌眼镜的 其实我这个事项在30年以前我就讲过 我说这个外星人 其实就是传统社会的鬼啊 天使那些东西都是一些操验的一些课题 操验课题 它其实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 只不过是不同的时期呢 人们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呈现这些操验的事物而已 人家过去说这个鬼一般在农村的出现 城市的很少出鬼 农村的鬼比较多 那反过来说 外星人也一般出现在城市里 很少出现在乡村里 乡村里从来从来没见过外星人 因为人家有鬼在这待着了 我是觉得这个科幻这个东西怎么能够 这么高的地位 我是科幻是在所有的文学作品里面 所谓贫乏的一类文学作品 我这话没骂死鬼 可以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因为你科幻呢 它是 就是它比较便利的使用一些科学元素 貌似好像更新奇一点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所有的科幻色彩的电影 最终打动人的是它人性的一部分东西 你科幻只是一个由头而已 那你说白了 如果你不懂得这个拆迁这个事的话 那谁看得懂阿凡达呀 它这是换个地方来重演地球上拆迁的故事嘛 想象力的这个贫乏和欠缺 这当然是因为现在强势的科技带来的一些东西 费曼有一句名言 他说 一部科学史千言万语 就是三个字 原子论 那我们知道原子论是什么意思 原子论其实是 它是认为我们肉身所接触的世界是虚幻的世界 比如说坐过对面这位 它其实是一堆碳水化合物 这是一种科学的收集方式 而且你所说的那个那种微笑啊 这种风度啊 那那那都是虚幻的 那那不重要 这是要 现代科学的基因里面就包含 米平天地这样一种气势嘛 我称为物 上师物性 就是跟原子论的说法是一致的 通通都消解成一堆全同粒子 全同粒子 都是一样的 所以它实际上导致现代人 他在根上有很多迷思 你比方说运动是什么东西 运动的意思是从一个点走向另外一个点 但是问题是在现代物理学那里 这两个点是没有区分的 牛论第一页说 静止和匀速直线运动是一回事 所以运动就是静止 静止就是运动 那么牛论第一页的背后是什么东西 就是全同化 就是没有差异 全都一样 这引发的后果是什么 引发的后果就是 事实和价值的二分 人们再也不能从事实中推出价值 再也不能从世界观中推出价值观 因此我们突然面对这么大一个宇宙 但其实从宇宙中我们得不到任何的慰藉 就是说你面对这个无穷的宇宙 其实你是由此生发不出对你有积极意义的东西 所以我们得想象出一个无纲和常游 你必须要这个 对 雀桥啊 但是这个很困难 因为你得相当于自我欺骗 你一般玩到大望远镜 看在那边的星云什么 你要告诉我那是一个神在那 你怎么可能做到呢 这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现在人的困境是非常麻烦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要创造很多日常的神话 所以创造成了我们的一个使命 对 它的传统社会的创造不是你的本分 你算老几年动不动创新了 现在的创新是你的职责 是你的存在基础 你的存在基础 你不创新你就丧失生活的意义了 因为世界本无意义 你通过你的创造来获得意义 你不创造 那你跟形式受入有什么区别 而古人不是这样的 所以你会发现 就现在的那种焦虑和那种 它就来自这个地方 现在的焦虑是非常深刻的焦虑 可以说 这焦虑就是说 世界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无了 不好意思啊迟到了 你来过 没有 这儿没来过 但是那个腾讯 是吧 我从来没来过 我最近刚刚看你在那个 那个搞笑电视上 看这些巨大大楼也像一个 巨大的机器啊 巨机器 巨型机器 巨型机器 你看我将来做博物馆 特别喜欢做什么呢 做那种就是说 人能上手的机器 能看见它里面的细节 和机制的东西 很不幸运的是 我们中国人是隔阁这段时期的 中国人从算盘直接进化 到这个电子计算机 对 你说这个这种跳跃 隔过去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中国人在拿筷子啊 使用算盘 使用算筹啊 它是构建了一套身体和世界的交往方式 对 这个交往方式呢 它直接就过渡到这个手机界面啊 这个这种 而这个界面呢 它是一个 它实际上是一个虚拟界面 它不是真的界面 实际上是 所以呢 我觉得这种对中国人的那种 感知能力啊 的影响 我记得现在还很难迷惑 可是呢 它又带来了很多可能性 嗯 我记得以前看了一个片子是讲那个 阿拉伯女性的玩家 你阿拉伯女人不是不让出门啊 那个受禁锢 受禁锢 但是呢 电玩这个是可以的 给她一个解放 对 所以呢这个通过这个电子的虚拟的这个这个平台呢 阿拉伯的女性结果开发了很多其他国家是不可能出现的一些我这个电玩类型 嗯 那这个我觉得这是 它等于创造了一个新的自由空间 对对对 就是人类这个这个自由呢是很难扼杀的嘛 它总是要创造这种新的东西 这个每一个具体里面 技术里面都可以深发出多样化的可能性 也也可以深发出单调 嗯 单一的可能性 是吧 所以那比如说这个就因为这个是一个 嗯 怎么说呢 是好像既是陈词滥调 但好像又大家也从来没有说清楚 就是暴力技术的本身 它里面有善恶的倾向 或者它是一个中性的 就是就是好像这个争论一直在进行 就是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呃是这样 过去呢我们关于技术呢有一些成见 嗯 最大的成见就是它工具的嘛 它是一个中性的工具 对 呃 然后呢 你好人用来做好事 坏人做坏事 好像技术是无辜的一个东西一样的 呃 这个呢现在看来是有问题的 嗯 就是说 技术本身一旦使用 它会自己深发出一些逻辑来 嗯 那这个逻辑呢 呃 你往往是很难抗拒的 嗯 电子通讯时代 早期是鼓励你去联络啊 开放啊 互动啊 分享这些东西 嗯 但是它的后果加剧了人群的割裂 因为现代技术倾向于割裂 你现代技术是一个割裂技术 嗯 而整个 为什么就这个逻辑你是怎么 这个是电条是怎么发生的 哎 现在技术它它是基于现代科学嘛 嗯 而现代科学前提是 甲利四季是原子化的嘛 哎 你不敢大的怎么样 我们切开了再看这个 嗯 所以都是切 嗯 切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基本方法论 分类分类分类 哎 所以它特别擅长 把它分开 但是呢 你现在整合的就很很麻烦 嗯 嗯